就答应了武功的请求,取卧人只能感叹中华儿女多坑爹,禁国君主嗨了,武功却只能忍受屈辱,但我个人相信,一个伟大的leader不会赢得每一场战争,但能赢得世界,武功虽然求和了,但他比他的前二代领祖更有野望,在求和之后,取卧获得了暂时的稳定,武功积极扩展军备,他为了保证取卧后方的稳定,就攻击了取卧周边的诸侯国,使取卧获得了更多的生产资源促进发展,在若干年之后,取卧的发展又有了质的飞跃 当然光靠武力没有眼光,这样的leader领导史太龙的赶死队还是可以的,领导的地方还是不行,武功注意到中原诸侯国此时在互相竞争,互相开战,激烈的程度前所未有,根本无暇理会晋国的事情,而恰好周天子又刚死,都朝朝廷这边也没空理会晋国 武功特别明白,人的机会或许有很多,但每一个机会只有一次,在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被确定OK之后,他积极备备战,准备再向晋国都城发动进攻 十几年前晋国君主逼迫他求和,而这一次他要一次性血掉那场耻辱 而此时的晋国君主也预港武功会向自己发动进攻,也明白目前的局势和十几年前不同 他一方面让大臣撰写,习闻列明武功身为晋国公使成员的叛逆之举,希望以此激起晋国人对武功的愤慨,也博得其他诸侯国的支持 另一方面积极扩充军备,在各地扩大征兵范围 晋国君主和取卧武功都是晋国的贵族成员,他们的战争是一个家族内两派人的斗争 他们的智商都电量满满的,双方各自备战,都期待在一次战争中彻底击垮对方 谁将成为历史上的悲剧英雄呢 不久,晋国君主先发制人,向取卧发动了进攻,取卧军队引敌 这一次的战争完全没有任何第三番参与,真正是一对一单挑 朝廷忙着给天子开追悼会,没空管晋国的事情 而周围的诸侯国也没有人来帮晋国君主 取卧军队和晋国军队一战两天,本来不分上下 但第三天就出现了问题,取卧武功之前占领了一些新的领土 这些领土资源丰富,从大后方给前线的取卧军队提供了充足的军阳补给 而晋国军队的后方补给只能依靠旧有的资源 大后方给前线的补给线很快就顶不住了 到了第四天,取卧军队用两个小时就击垮了晋国军队 晋国军队的将领自杀,取卧军队在一天之内迅速赶到了晋国都城 并且给晋国军队送去的战书,约定明天攻城,请军队做好准备 好了,第二天来了,取卧军队在确定晋国都城做好了准备之后 就门攻晋国都城,在付出了几位惨重的伤亡代价之后 取卧的军队攻入了晋国的都城,晋国军队原先想逃走,为了逃不了,就带领加成和取卧军队作战 对于晋国军队来说,他绝不能死在武功这样的反贼手里 但如果真要死,也一定要死在战场上,这样才能符合他一国之军的身份 好一个军队,他立战了几个小时搞得自己差不多一丝不挂就被敌人杀死了 他用死捍卫了军队的尊严 在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后,武功的政变终于取得了重大成果,他成为了晋国的新军 好吧,我给大家捋一捋 取卧是晋国的领主,名义上取卧的领主应该是晋国君主的臣子 然而取卧武功却篡夺了晋国的军委,这种篡位的行为在天下是不被认可的 武功考虑到天下人可能会喷自己的行为,他和大臣们想了很久 就想出了一个其实并不怎么高明却很有效的办法 武功把晋国都城的财务送给了当时的周天子 武功的想法很简单,在当时,周天子是天下人的领袖 只要天子的行为没有失当,他说你是人你就是人,他说你是石你就是石 假如周天子承认武功是晋国新军,那天下人就不好说什么了 所以武功想贿赂周天子 No,春秋初期,周朝王寺的财政严重吃紧 周天子看到武功献给自己的财务开心得要爆炸,居然就承认了武功的军委 你可能会说为了物资这么快出卖自己的灵魂,周天子这个扑该太挡不住诱惑了 哎,人穷至短,这个世界不是人人都像北棒子那样为了祖国恶肚子那么伟大 在权力监督治后的条件下,人的贪欲不能及时得到恶制 单观的想怎么腐败就怎么腐败 不差钱的刘铁男都要上法院接受贪污起诉 更何况就能发迟了周天子呢 虚国武功趁着天下动荡夺取了靖国君主的军委 又通过贿赂获得了周天子的承认 他在前男代人的基础上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这个奋斗的过程足足花了三代人的时间 我说过,对很多男人来说 成功就是他们的本性追求 很明显武功就是这样的成功人士 不过武功不同于我上一话提到的虚国君主熊涩 熊涩很热血 他好保留的追求他的事业 好保留的爱他的老婆 做事没什么遮遮掩掩 而武功就不同了 他的内心比较腹黑 为了成功可以放下尊严 也可以使用英招 武功和熊涩分别代表了护黑男和热血男 至于当代女生会欣赏他们两个中的谁 那就见仁见智吧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这一话 我们下一话再见 记得看完之后关注我的微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